祝父及子之上圣之名 阿们 各位兄弟姐妹 今天是圣宗徒巴多路茂的庆日 让我们聆听圣言 公读 默示录 天使对我说 你来 我要把羔羊的敬佩新娘指给你看 天使就使我神魂超拔 把我带到一座又大又高的山上 将那从天上由天主那里降下的圣城 耶路撒冷 只给我看 这圣城具有天主的光荣 城的光辉 好似极贵重的宝石 像水晶那么明亮的仓裕 城墙高而且大 有十二座门 守门的有十二位天使 门上写着以色列子民十二支派的名字 东面三门 北面三门 南面三门 西面三门 城墙有十二座基石 上面刻着高阳的十二位宗徒的名字 天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上主 愿你的一切圣徒赞美你 使人认识你王国的辉煌荣耀 上主 愿你的一切圣徒赞美你 使人认识你王国的辉煌荣耀 上主 愿你的一切受造物称谢你 上主 愿你的一切圣徒赞美你 宣扬你王国的光荣 宣扬你王国的辉煌荣耀 让世人尽知你的威能 和你王国的伟大光荣 你的王国是万代的王国 你的王权存留于无穷事 上主 愿你的一切圣徒赞美你 使人认识你王国的辉煌荣耀 上主 在他的一切行径上 置功置义 上主的一切作为 圣善无比 上主接近一切呼好他的人 就是一切诚心呼好他的人 上主 愿你的一切圣徒赞美你 使人认识你王国的辉煌荣耀 阿里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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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比 你是天主子 你是以色列的君王 阿里路亚 阿里路亚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公读圣洛王福音 主 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 菲利伯遇到了纳达乃尔 就向他说 没事在法律上所记载 和先生们所预报的 我们找到的 就是洛舍的儿子 出生于纳达勒的耶稣 纳达乃尔便向他说 从纳达勒还能出什么好事呢 菲利伯向他说 你来看一看吧 耶稣看见了纳达乃尔向自己走来 就指着他说 看 这却是一个以色列人 在他内毫胡诡诈 纳达南尔向他说 你从哪里认识我呢 耶稣回答说 菲利伯叫你以前 当你还在胡瓜果树下时 我就看见了你 纳达乃尔回答说 拉皮 你是天主子 你是以色列的君王 耶稣谁说道 因为我向你说 我看见你在胡瓜果树下 你就信了吗 你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 又向他说 我时时代代告诉你 你要看见天开 天主的天使在人子身上 上去下来 基督的福音 基督 我们赞美你 各位兄弟姐妹 今天让福音所提到的 纳达乃尔 就是巴尔多路玛的 另一个名字 所以是指同一个 中途 那么今天提到了 他跟耶稣相遇的这个经验 实际提到 他是菲利伯所介绍的 菲利伯告诉他说 他们所期待的 这个墨西亚 就是耶稣相遇的 这表达的就是 菲利伯对耶稣的认知和接纳 那他哪儿却怀疑 他也很直爽 因为根据他自己的认知 就好像 那扎勒 那扎勒怎么会出什么好事 经常好都没有记载 这个那扎勒将有出什么大人物 所以他有怀疑的态度 但是菲利伯他也很聪明 他也不跟他多争辩 他就只告诉他说 你来看看吧 你来自己亲身体验吧 那么就把他带到耶稣那里去 那耶稣看到纳达拿尔的时候 就说 他是一个真正的以色列人 在他内没有这个鬼家 那就是称赞纳达拿尔 他就很惊讶 然后你怎么认识我的 那么也就是说 在菲利伯去叫他的时候 他看到菲利伯在这个五花果树下 叫他 他那时候好像在那边静坐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天成的以色列人 他们有这个习惯 他们会找一个阴凉的地方 所以那时候就是五花果树 在那边做祈祷 在默想 所以耶稣是圣诞上说 你是一个虔诚的人 你会在那里静默祈祷 那他的就 因为耶稣的这番说话 他就承认 也接受了耶稣 那么把耶稣的身份 他说什么 拉皮 你是天主旨 以色列的君王 那耶稣也 很高兴 继续地跟他说 他要体验到更多的事情 那么这边所用的这个形容 说你要看见 天主的天使在人者身上上去下来 就是表达了就是 耶稣他要把天父 更多的奥秘 启示给他 启示给他的门徒 启示给人类 那么今天我们反省这段圣经 我们也看一看我们自己和耶稣相遇的这个经验 我们自己是否也有这样的一种非常亲密的跟耶稣的体会 而且在跟耶稣相遇 在特别在祈祷当中 以及我们如何借着主耶稣基督 能够体验到更多的 更丰盛的天主的启示 我们是否有像圣宗主一样的 在我们的信仰里程上 在我们做门徒的道路上 一步一脚印的越来越更进一步的认识主耶稣 存留在他内 而且后来要像宗主们一样 要负起这个传播福音的这个使命来 作为一个真正有活力 有使命感的传福音的耶稣的门徒 谢谢大家 愿全人的天主降福你们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